在台北市的双联市场二楼经过整修招商 即将要以公办民营的方式 花费1亿元打造出全新的国际清廉旅馆 总共有78个房间还有178个床位 附近有宁夏夜市跟捷运站 交通很便利 生活技能也很齐全 在市营运期间 住房率就达到了五成之多 原本脏乱老旧的双联市场 改头换面 二楼以公办民营的方式 转型成为YH国际青年旅社 投资1亿元 改造出78个房间 提供178个床位 这是友善的无障碍空间 装潢简约明亮 因为国际背包客是大宗 一床600块的双人房 下头可以放行李 是为背包客设计的 双人床的房间一碗2000块 一床1000 三张单人床一碗2400 离后车站不远 那下双眼捷律站也走路不用十分钟 旁边有一个零下夜市 在早期在这个大同心 大床这个地方 有很多这些传统的文化美食 双人房和三人房 都有独立的卫浴空间 房间内也贴有台北101等地标的景观 而背包客必须使用 公共卫浴也有人定期清理 走廊之间101 总统府 国附金典馆 原站饭店等 台北地标都做得十分有质感 今天郝市长也颁发了授证 让CEU饭店成为YH的会员